辽宁省发布9月29日电力缺口橙色预警信息 据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华厅网站消息 根据东北网条预测 9月29日全省最大电力缺口达到538万千瓦 依据国家发改委有序用电管理办法 达到严重缺电II级橙色预警信号 决定9月28日0点到24点 在全省启动实施有序用电II级措施 各时段全省负荷缺口如下 5点到8点负荷缺口200万千瓦 8点到13点负荷缺口124万千瓦 13点到22点负荷缺口538万千瓦 22点到24点负荷缺口417万千瓦 由于负荷缺口较大 实施有序用电后 仍存拉闸限电风险 各式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式供电公司要向可能实施拉闸限电的用户 发出风险预警 避免拉闸限电涉及生产安全 民生和重要用户